跟各位講一個有趣的一個消息 就是我在今年的暑假的時候 我應該會發行一張烏克莉莉的創作專輯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樂器還蠻特別 然後我其實也用它寫了一些歌曲 然後就想說不如反正唱片公司也不發 唱片公司一聽到 蛤?烏克莉莉? 就是好,反正不聊 那我就自己自己發行 那就反正就是其實獨立音樂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不用去管什麼有的沒的 你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音樂 好,那我這一首 用烏克莉莉寫的第一首歌曲 其實是送給鳳姐 就是謝謝你的流水年華 然後也是我在她那時候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覺得有蠻多的一些感觸的 然後呢就是寫這首謝謝你的流水年華 然後呢前面引用了她的流水年華 然後後面加入給我自己的好旋律 等一下喔 那個,這樣可以幫我高頻多一點嗎? 好 好,再少一點點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有经历别的时候 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紧紧一句多珍重 眼儿也梦梦 谢谢你带给我们最美的旋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你温暖我们那时的回忆 我们会一直为你诚实想起 我们永远是你的心挂不对 当个天使不要牵挂 好吗 棉花色水流 转叶涌是春风融 疼疼的相思也有用 他相逢双呼歌浓 全军早晚要保重 期待他 让他再相逢 共度百胜 谢谢你带给我们最美的旋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你温暖我们那时的回忆 我们会一直为你 我们会一直为你掌声响起 我们永远是你的心挂不对 当个天使不要牵挂好吗 我们永远是你的心挂好吗 谢谢你带给我们最美的旋律 我们永远VER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谢谢你温暖我们那时的回忆 我们会一直为你掌声响起 我们永远是你的星光 宝贝 当个天使不要牵挂好吧 当个天使过去挂好温天 当个天使谢谢你的流水年华 谢谢